马路上惊险直击 有驾驶开车行经新北市淡水遇到改装机车 认为噪音太吵 竟然就恶意逼车狂按喇叭 自以为正义的举动 结果引来了网友批评 还可能因此被开单挨罚 另外在树林区 有骑士疑似没有注意到前方的U-Bike 直接撞上两个人当场弹飞 汽车摩擦地面甚至还冒出了阵阵火花 危险瞬间也都被拍下 好几台机车沿着道路直行 速度看起来并不慢 只是没想到下一秒 碰了一声机车从后方直接撞上 另外一部行驶中的走踏车 单车骑士瞬间惨衰 而机车摩擦碰溅出阵阵火花 骑士整个人甚至弹飞到车道上 险些被后方的两部机车给撞上 之后意外发生在新北市树林区 当时机车骑士疑似没有注意到 骑在车道旁边的U-Bike 才会那样追撞事故 惊险瞬间被行车记录器拍撒 颇网引发热议 网友直呼还好有保时距离 否则连续追撞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也有人质疑没有注意到 是不是因为道路光线不足 对此警方接候报案 双方后续决定自行和解 伤势部分也不需送医 另外在新北淡水 则是有机车骑士玩命标速 好几台改装机车在灯会大道 油门狂吹 后方汽车驾驶不满 竟然跟着加速标 甚至按喇叭逼车 连续贴近机车 把对方逼到外车道 这才善罢干修 后续还把影片po网 引发网友热议 不少人认为 虽然改装机车标速危险 但驾驶恶意逼车狂按喇叭 行为根本就是半斤八两 虽然警方没有货报 不过还是提醒 骑车上路千万别拿自己的生命 开玩笑 要是那样成车祸意外 受伤还得赔偿 可就得不偿失 接着综合报道